酒局文化是那么一个状况 比如说我要拉批存款 我不请吃饭 我拉不到存款的 即使请吃饭 人家可能是一杯酒 是多少钱 杨小平 中国人民银行 昆明中心之行 原党委书记 行长 长期在金融系统工作的杨小平 也没能逃脱 庸俗酒局文化的影响 我就是酒精过敏 你就得有些东西了 你就得融入 所以是这种情况下 自己不知不觉地融入进去 为了维系关系 进入领导的视野 杨小平不再抗拒 逐步出入各种宴庆活动 慢慢地适应了庸俗的酒局文化 从反感酒局到欣然接受 从酒精过敏到酒后潇洒谈吐 一步步成为随波逐流的酒局文化 油圈中的一员 在推杯换产中 看到别人怡然自得的捞油 走翘吃香 杨小平内心 也想沾点油荤的欲望 开始蠢蠢欲动 心里面都明白 什么好 什么不好 什么能做 什么不能做 心里面是明白的 但思想是复杂的 自己丢掉了这一个立场 丢掉了这一个 什么能干 什么不能干的决心 百五 百六 百七 百六